就是說最後,我們如果要奇數偶數分別加種的話 那是怎樣該怎麼做,那至少有兩種以上的寫法 反正思考方向不一樣,結果當然就會有差異 那首先的話,怎麼樣決定是奇數跟偶數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我們可以在這個底下做一個邏輯判斷 if什麼呢?如果是奇數的話,它應該是除以2之後的餘數 偶數一定是等於0,那奇數的話一定等於1 所以我們的邏輯可以怎麼寫呢? 特別注意,如果if什麼呢? if這個i的值怎麼樣?除以之後多少的餘數 前面有講過一個運算值,叫百分比percent 除以多少?比如除以2之後的餘數 如果等於1的話,等於0,那偶數啦 如果等於1的話呢?那就奇數嘛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冒號,enter 那enter兩下,這邊都要打一個else 反之的話,那就是else 不過特別注意,這個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這個是除以多少之後的餘數喔 除以2之後,那餘數是多少? 如果餘數等於1的話,那表示它是奇數 等於0的話,表示偶數 而且特別注意喔 以前如果寫VBA的話,只要一個等號 但是在這裡要兩個等號喔 記得喔,不要寫錯了喔 在那個VBA裡面喔 除以多少餘數叫MOD啦 有沒有?那在這邊的話是百分比啦 這差別在這裡而已啦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啦,OK 那也就是喔 不過你會發現喔,它變成說 這個地方累加 所以累加的話呢 那因為上目前只有一個參數 可是我問題,我將來輸出有奇數跟偶數 所以變成說,我就不能夠只有一個變數喔 那我如果要兩個變數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啦 乾脆一個叫SumA好了 有沒有,那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SumB好了 有沒有,OK 那SumA指的就是奇數的累加 那SumB的話呢,是偶數的累加 那我可以什麼? 這個等於1的話 那表示它是奇數 那這個反之就偶數嘛 不是奇數不就偶數嗎? 不可能有其他的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什麼? Ls部分的話 那你就什麼? SumB 有沒有,等於 SumB自己累加 那上面的話呢 當然就是奇數部分 所以這個就變成SumA SumA OK,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在回圈裡面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你全部進來沒關係 那我再幫你做分配 男生走這邊 女生走這邊 有沒有 或者像雜道一樣 反正就是分類嘛 現在有點像 所以邏輯判斷就有點像 幫它設計一個雜道 該怎麼走你就走怎麼樣 看要幾個雜道 另外還有一點特別注意 如果你在 這個是 這一層的縮排 那如果你在 邏輯裡面一樣要做縮排 你不能沒有縮排 因為縮排就錯誤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反正一層一層一定要有縮排 在Python裡面是必要的 在VBA裡面不是必要的 可是像VBA我寫程式還是會一定要縮排 習慣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以前有這個習慣的話 你來寫這個感覺好像 就無縫接軌了 也沒什麼太多的地方 要特別小心 那計算結果的話 當然我們就可以 變輸出兩個 一個是sumA 那sumA的話就基數 所以計算加總這邊的話 那我就是把它改成這個 計算基數的 怎麼改一個基數 那就sumA 那這邊複製一下 Ctrl-C 然後這邊在Ctrl-V貼上 那這邊的話就是偶數 那就把它改成sumB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分別輸出了 有沒有 所以剛剛是4950 那現在的話變成說 其實這兩個加起來 total應該也是一樣 只是說這個地方基數 所以如果最後 假設你要再多一個好了 計算什麼 計算加總 總和的話呢 那其實就怎麼樣 把sumA加上sumB 比較好 基數偶數加總 那一定就是最後一樣 也是4950 OK 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也就是基數是250 偶數的話呢 它少了50 那加總的結果呢 一樣是4950 OK應該沒有問題吧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只有改幾個地方 1 我是先在這個回圈裡面 加了一個邏輯判斷 最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如果 i這個值 假如除以2之後的余數 等於1的話 OK 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慢慢要習慣喔 這個余數 百分比這個 將來用的機會蠻大囉 因為如果你要做一些資料的過濾 或者是說把它做一個變化 那通常都會用這個方法來完成 然後呢 我就一個sumA 一個sumB 然後 最後再分別再做輸出 大概是這樣子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其實我在雲端上面 我還有放方法2 什麼方法2 就是我這邊 我剛剛不是講嗎 這邊不是豆點 可以加個2嗎 但問題喔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來做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用這個過濾 可是問題你還是要 好處是說 你就不用做邏輯判斷 但是缺點的話 就是變成你要怎麼樣 要寫兩次回圈 就是你如果不做這個的話 變成說你先sumA嘛 然後呢 L的話 這個就變成說 你要再跑一次 這個 那這個的話就變成說 你要把它變成從2開始 有沒有 然後意思也是一樣 中間間隔2嘛 有沒有 step2 那就2、4、6、8、10 那到99的話 其實它到100停下來 所以它就跑到98而已啦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顯成這樣的話 那就可以不需要用邏輯判斷 但是需要跑兩個回圈 有比較簡單嗎 哪個簡單呢 好像差不多啦 OK 反正程式就這樣啦 最後 不然就看哪個行數少 就是哪一個 OK 這個好像行數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個好像感覺比較簡單 反正寫的習慣 你哪個方法都好啦 你覺得哪個最順眼 也就是你可以不用經過思考 你就可以把程式打出來 那個是最好的寫法 OK 請各位試試看 那浪應該也OK 那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浪出來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 這個跟這個 一模一樣嘛 沒什麼差別 差別只有多一個d0.2 有沒有 d0.2 一個是從1開始 一個是從2開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就是再把剛剛的計算加總 把它再變化成 這個奇數跟偶數都加總 谢谢观看